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6日 星期二 明晚美国联储局会议息 而星期四将会是 我们在凌晨时得到加息的情况 我今天有一篇文章讲一讲 究竟鲍威尔是怎样 美国联储局局长是怎样看 要加息通胀和今时的经济情况 而这个讲话 就是在大致上他三个四个星期之前 在欧洲央行的议会上的研讨会上 他对当时的美国 和世界经济的加息环境 通胀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一个展望 其实这个是很清楚说到 他或者美国联储局有什么考量 在欧洲央行的议会上的 美国联储局里面 在欧洲央行的议会上 美国联储局里面